英国王室的网红夫妻党 前苏塞萨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和她的丈夫哈里王子 自从进入公众视野以来 一直都是各路媒体追捧关注的焦点 全球各国媒体们乐意报道梅根夫妇 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对他们感兴趣 特别是对于梅根马克尔 这位出生美国平民家庭的黑人好莱坞女演员 更是特别感到好奇 很多人认为梅根堪称现代版本的灰姑娘 作为一位其貌不扬 年龄偏大的离异黑人妇女 梅根偏偏嫁入了英国王室 成为了王室罕见的黑人妃嫔 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传奇性色彩 让很多人虚虚不已 但是现在梅根的处境却十分糟糕 因为人们已经有点审美疲劳 对梅根已经感到一丝丝厌倦 很多梅根的粉丝都已经逐渐对梅根进行取关 由关注她的粉丝变成不大在意她的普通路人 但是梅根与哈里似乎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微妙变化 他们认为自己人气旺盛 甚至自认是好莱坞排名第一 是好莱坞头号人物 据英媒报道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认为他们将是好莱坞排名第一的人 报道称梅根马克尔和哈里王子 相信他们人气高涨 将会成为好莱坞的第一 但众所周知 这两人在好莱坞的排名 实际上相当靠后 萨塞克斯公爵夫人的一位前朋友声称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相信他们搬迁到美国后 人气高涨是影视圈中的顶流 将成为好莱坞的头号人物 这对夫妇于2020年离开了王室 搬到了阳光明媚的美国加州 但似乎高估了他们能提供的东西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在好莱坞排行榜上排名靠后 据称他们内心却认为自己能稳居榜首 梅根和丈夫哈里 低估了他们在美国人眼中的价值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好莱坞王室 所以在好莱坞排名靠前 并会成为排名第一的人物 他们进来的时候 认为自己是圈里的头号人物 但他们似乎高估了自己 他们的排名实际上很靠后 梅根夫妇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在好莱坞 有王室头衔 似乎并不会有很大作用 好莱坞真正的王室贵族 是沙朗斯通 是碧昂斯 是卡戴山 这是好莱坞的皇室成员 这些人就被视为好莱坞顶级人物 梅根夫妇 在很多方面高估了自己 据纽约邮报报道 对梅根夫妇来说 认清楚他们在好莱坞舞台上的 真实地位似乎是一个艰难的打击 梅根夫妇 很难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很多人都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真实情况 包括梅根与哈里在内 都在认清自我这一件事情犯下了错误 希望梅根与哈里能够早日清醒 尽快认清自我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面对这个世界 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 现在说起梅根 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 奇葩 做 凡人 但别忘了 舆论最开始 对梅根可是相当宽容的 2018年5月19日 哈里王子和梅根在温莎城堡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梅根从一个容貌平平 家庭粗比30多岁了 还离过婚的18线非裔女演员 突然摇身一变 成了整个英国万众瞩目的焦点 要知道 童话故事虽然美好 但真实的英国皇室 可并不待见所谓的平民王妃 哈里的母妃戴安娜 就曾因为平民王妃的身份不被看好 可人家戴安娜其实是斯宾塞伯爵的女儿 正儿八经的苏格兰贵族出身 大嫂凯特当时出身平民 但凯特的父亲是个富商 凯特自己也特别争气 从小成绩出众 后来考入名校圣安德鲁斯大学 即便从家境到个人条件都远胜没根 凯特结婚时也遭遇了重重阻碍 为了自证并不贪图皇室的财富和地位 凯特还主动提出做婚前财产公正 也就是说一旦离婚就得净身出户 就算做到这种地步 凯特都花了八年才得到皇室的认可 但到了梅根这里 一切突然都顺利了起来 哈里和梅根2017年10月放出订婚消息 半年后顺利结婚 一场婚礼 花了英国纳税人3200万英镑 梅根一件婚纱就价值48万美元 竟然英国上下都没人敢说一句 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对梅根的夸赞 夸哈里终于找了个好妻子 夸梅根励志 书法写得好夸他们的结合式 给古老的英国皇室 垂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梅根还当选了2018年 时代周刊 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 也不能怪媒体见风使舵 只能说哈里太会挑老婆了 挑了一个政治正确到没人敢喷的人选 平民王妃可以喷 但黑人平民王妃喷不得啊 皇室并没有因为梅根的另类出身 对她不公平 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考虑到梅根出身不太好 皇室给梅根的婚礼预算 高到史无前例 婚后也是狂塞珠宝首饰 据每日邮报统计 梅根婚后第一年 就从女王和哈里王子处 戴妃的遗产中 得到了90多件皇室珠宝 婚后 梅根也不缺钱 写本书都能赚几百万 每天不同样的高定套裙 各种鞋包配饰 甚至私人飞机乃至豪宅 梅根的生活比嫂子凯特还奢侈 除了大方给钱 皇室也一直很照顾梅根的面子 结婚三天 就允许她出席公共查尔斯的生日夜 梅根在婚后一个月 就有资格陪女王外出参加活动 要知道 凯特为此可是足足等了八年 无论从什么角度 梅根的待遇 都比她大嫂凯特 甚至她婆婆代妃要好吧 但就算英国上下 把梅根捧上了天 也没按住她那颗躁动的野心 梅根对皇室生活并不满意 比起住在城堡里 当一个神秘的吉祥物 在公众需要的时候 才能出来抛头露面 她更喜欢作为演员的生活 梅根对成名有着非同一般的热切 她根本做不到长期脱离大众视野 所以为了得到大众的关注 梅根不顾已经得到的一切 走上了坐金的道路 一会儿嫌城堡里的房间 没有凯特的好 想搬家花大价钱装修完 又说不想住 一会儿说自己被皇室歧视 皇室明明更偏心凯特 说这种话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还总是喜欢找理由 对凯特阴阳怪气 大概梅根是想明白了 现在王妃也当过了 名声也大了 不利用一下是傻子 皇室高不高兴 关我什么事 我就是要重回演艺圈 我要接比过去更大牌的戏 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梅根和代妃 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 同样不受女王待见 同样与皇室格格不入 同样叛逆的性格 梅根也很可能会对英国皇室的地位 造成动摇 或许梅根心里 真的没想把英国皇室毁掉 但无论她想或不想 事实就是 她正在把英国皇室拉下宝座 关于梅根 主要可能是因为她是美国人 在很多观念上 同传统英国社会有一些冲突 人们可能会给美国人贴上自大 傲慢 放纵和肤浅这些标签 而梅根作为一个电视明星 社会上会把这些标签 和她的过往加一起讨论 还有一些种族主义 会觉得没跟低等 现在这些标签中的 也有点 好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